你好呀,我是林白 艾爾登法環1.07版本更新後 出現了一個消刃最強流派 比獅子火和獅子斬還要強 只需要一發就能讓女武神跪地 就是我手上的奧陶匹斯的漩渦 平時獅子火獅子斬就算加上厚重之變和掩飾破路低 也是需要2到3發才可以讓BOSS跪地 但是1.07版本更新後 只需要一發奧陶匹斯的漩渦 就可以處決BOSS 奧陶匹斯的漩渦有4段傷害 每一段都可以累積失衡值 就算在沒有炎翅破路低的情況下 只需要一又四分之一段 就可以讓女武神跪地 加上炎翅破路低就算面對女武神 也可以做到一發一處決 這個流派打女武神 需要帶一個盾 真的需要帶一個盾 雖然奧陶匹斯的漩渦在這次更新之後 縮短了前搖 但這個戰績整個時長也不短 而女武神的出道速度 誰是誰知道 是有多快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必須穿重裝 現在我的耐力點到了50 但是穿上大山羊套裝之後 基本是達不到輕度不中 你看我只要穿個大山羊套裝 拿個大盾再拿個大劍 已經達到了重度不中 就連翻滾也很勉強 達不到輕度不中 基本上我們是躲不掉女武神的所有招式的 戰績從發動到結束的時間 整體來說不是很短 而且也達不到輕度不中 除了硬扛傷害吃刀 還是硬扛傷害吃刀 只要女武神用出水鳥 兩個字 必死 所以直接帶一個盾會更好 另外女武神的第二階段攻擊 遺忘極高 基本上是沒有時間給自己補給的 所以還是推薦帶一個骨灰 在第二階段的時候招出來 我這邊就招了一個老鼠骨灰 來做代表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骨灰來用 這一段打女武神 我是第二階段才用上延遲破路低的 確實是可以看到 一發漩渦一發處決的離譜場景 在影片的最後 我放了一段連續三次 一發漩渦一處決的畫面 可能有些人已經發現了 為什麼這個段畫面看起來 有些時候不能一發漩渦一處決 原因就是這一段戰地打下去的時候 他在霸體狀態 BOSS的霸體就這樣 就算已經超多的失衡值 他還是可以戰爭不到 而女武神的霸體招式特別多 出手速度快不說 你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截霸體招式 但是在這種霸體中打滿失衡值的情況下 之後只要被打中一下 他就會直接進出去 所以有些時候還是要善用一下不蓄力戰機 最後的最後 我想說這個流派並不是我發現的 所以詳細的配點配裝 請大家去看發現者LL的影片 他做了幾十部不同的法環流派玩法 有興趣的可以去關注一下 那麼這一次影片就這樣 下次見 拜拜 出手